一夜的休息 战场已经从省外转移到了省内 为了追赶虫群 哈德逊不得不再次飙雄 根据施救骑兵提供的情报 一路狂奔八十里地 才截住一只虫群 坑爹市里面居然没有找到虫王 气得贝尔斯登两眼泛红光 开着重力领域 不断在虫群之中穿插 任哈德逊怎么劝都没用 直到虫群四散而逃 这才善罢甘休 看着死去的蝗虫 哈德逊是一点也不怜悯 和该他们短命 居然不眠不休地折腾 留在乔木郡决战不好吗 哪怕是彻夜不眠的攻击 哈德逊也认了 反正熊坚持得住 他就不会怂 大不了直接在熊背上睡觉 有大地守护的魔法加持 安全性还是有保障的 现在四散的虫群 充斥着东南行省 每一支队伍都相隔甚远 尽则相隔数里地 远则相隔上百里 大大增加了追捕难度 最坑的是跑了百八十里地 追上了虫群 却找不到虫王的影子 白忙活一场 接下来只能去寻找下一只虫群 对这种情况 哈德逊是早有心理准备 昨天生擒 捕杀了十几只虫王 剩下的虫王本就寥寥无几 这些有智慧的生物 还敢不敢进入东南行省都是一个未知数 纵使有引诱蝗虫的药剂 对虫王这种晋升成魔兽的生命来说 吸引力也不再那么致命 否则 总督府也不需要折腾 直接择疑地投放幼黄药剂 引他们自己上门送死就行了 仅仅只是吸引普通蝗虫 对大局来说于事无补 经济上也不可取 毕竟 药剂影响范围是有限的 而蝗虫的繁衍速度堪称无限 正常情况下 一只雌蝗虫一次产卵数十只 短短二十来天就可以孵化出来 可一旦出现虫王 这个速度还可以进一步催化 不仅产卵速度倍增 就连孵化时间也缩短到了两天 要是不将虫王击杀 短时间内就能够拉出一只千亿级别的蝗虫大军 估摸着射陷进猎杀蝗虫的速度 都不一定能够赶上他们的繁衍速度 忙碌了整整两天 也仅仅只收获了一只虫王 这样的速度 不光贝尔斯登无法接受 就连哈德逊也难以忍受 好在受不了的 不光是他们 其他各路强者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高度疲惫的战斗 却换不来想要的收获 大家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打击 严丑蝗灾蔓延开来 波及到了自家的领地 众人再也忍受不了了 在第一位代表告辞离去之后 其余人也纷纷效仿 虫王是要抓的 不过当务之急 还是自己先顾好自己 发现虫王踪迹 完全可以就近球员 看在丰厚奖励的份儿上 大家都不会吝啬出手 哈德逊也不例外 果断地向皮尔斯总督请辞 至于奖赏的问题 除了悬赏虫王的金币兑现外 其他的还需要大家私底下慢慢进行勾兑 这种事情不着急 等蝗灾被扑灭之后 再慢慢商议也来得及 总得来说 这次行动还是超预期的 生擒八只虫王 光明面上的奖励就是八千金币 暗地里能够交换的资源 只会比这更多 尤其抓活的是凯撒三世的命令 以这位的形势风格 不大可能让大家白干 具体奖励未知 反正肯定是有回报的 要不然凯撒三世在中下层贵族圈子里的名声 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好 刚踏入莱特郡 哈德逊就发现了不对劲 明明在行省最南边 蝗灾情况居然比别的区域还严重 蝗虫大军主力被总督府组织高手重创 分散的虫群又遭到了沿途贵族领主组织人手捕杀 按理来说进入后方只会更少 顾不上追究原因 一人一雄加快了行进速度 至于沿途的蝗虫 自然被贝尔斯登给顺手处理掉了 作为一名有追求的雄 贝尔斯登可是有志于成为一名大牧场主 按照计划 他可是准备养一万只羊 一万头牛 一万香蜂 然后每天都有喝不完的瘦奶蜂蜜 吃不完的烤肉 从此走上雄生巅峰 蝗虫这种生物 无疑是牧场主熊的大敌 见到了肯定是有杀错 没放过 在众力领域的笼罩下 不光沿途的蝗虫遭了殃 别的小昆虫跟着一起凉凉 如果不误伤一些花花草草 就更完美了 天然的雏虫熊 再也不用担心虫害威胁 望着沿途不断生起的浓烟 哈德逊松了一口气 显然 贵族领主们还没有躺平 这就意味着局势上未完全崩溃 未收获的粮食 基本上是粮粮 可只要灭黄及时 还能够保住秋庚 尽管这一季收获不多 那也比没有的强 挨到明年春凉收获 又可以满血复活 当然 这只是理想状态 经历过蝗灾的都知道 这玩意是一灾闹十年 纵使将蝗虫灭杀干净 遍布大地的虫卵 来年依旧可以浴火重生 想要灭杀干净 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算是反应及时 不让形成蝗灾 这些分布各地的蚂炸 对农业生产也是一种威胁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从明年开始 大家就要学会吃蚂炸了 在粮食大规模减产的情况下 采取非常手段应急 也是迫不得已 带着贝尔斯登在领地逛了一群 消灭了所有成规模的蝗虫 哈德逊才回到领主府中 怎么回事 为何领地的灾情如此之重 坦率地说 领地的防灾工作 哈德逊还是满意的 虽然出现了不少问题 可总体上还是完成了他的部署 在蝗灾遍地的背景下 没有让农作物全部喂蝗虫 那就是一种成功 老爷 不知道为何蝗虫疯狂涌入莱特 怀顿两郡 山地领地处偏僻 情况还算是好的 平原地区的领地 受灾情况才是真的严重 有好几位倒霉的领主 领地中的农作物都被蝗虫啃光 包括那位卡约男爵 虽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灭黄行动 可最后落叶阵还是沦为了白地 不光是农作物被啃食一空 就连草木都遭受重创 甚至连一些木制房屋 都遭到了蝗虫的袭击 奇怪的是受灾严重的区域 都是本土贵族的领地 反倒是一众北地贵族的领地受损情况要略清一些 外界都在传言 这次蝗灾是那帮北地贵族引来的 甚至有小道消息传出 有人在两郡之中投放了幼黄药剂 前些日子 我们的巡逻队发现有人鬼鬼祟祟 还发现了两个装有药剂的小瓶 可惜让人给跑了 要不然 听了汤姆的解释 哈德逊都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气韵之子 有人跑过来下药 不仅被巡逻队碰到了 居然连药瓶都没来得及打碎 看着眼前的两个药瓶 哈德逊没有急着打开 而是拍了拍右熊的脑袋 示意贝尔斯登上去查看 没有法子 这方世界因人的手段太多 哈德逊还不想英年早逝 反倒是能因大地之熊的手段很少 尤其是贝尔斯登这种另类熊 更是堪称五毒不侵 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食物 都敢往嘴里送 就连灭黄大战时 烧得嘎嘣脆的蝗虫 也有不少进了这祸的肚子里 有毒 如果大地之熊怕毒的话 贝尔斯登根本就活不到现在 跟了哈德逊这么久 就从来没见他吃坏过肚子 头疼脑热的小毛病 也是一次都没有发生过 这份抗病毒能力 绝对是亚斯兰特大陆数一数二的 按照贝尔斯登的说法 成年的大地之熊免疫一切毒素 负面能量 未成年的熊也能够免疫大部分 只见贝尔斯登打开瓶盖 用鼻子嗅了嗅 不等他给出答案 哈德逊就听到了蝗虫的嗡嗡声 不但丝毫犹犹豫 哈德逊立即上去盖好盖子 紧接着就暗自思考 该如何处理这两瓶试剂 交给总督府 貌似换不了多少东西 现在大家都知道有人在东南行省投放幼黄药剂 不能确定对方身份 仅仅两瓶药剂没有任何意义 或许拿着这玩意儿 更容易追踪到幕后黑手 但能够找到的肯定是推向前台的小人物 幕后策划这一切的大势力 不可能傻乎乎的留下这么明显的痕迹 甚至连负责投毒的 都有可能是临时雇用的倒霉蛋 留下来 对哈德逊同样没有意义 尽管这玩意儿能够引诱蝗虫过来灭杀 但有贝尔斯登坐镇 哈德逊觉得没必要搞这么花里胡哨 好不容易帮自家雄树立了一个大牧场主的雄生计划 此刻正是贝尔斯登心气最高的时候 大股蝗虫赶过来就甭想活着离开 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 接下来哈德逊将转让500只羊 200头牛 以及领地过半的风箱给贝尔斯登 并且还要提供养殖技术 以及牧民 山林 草场租赁等配套产业服务 至于钱嘛 自然是先欠找了 8000金币的赏金 还不够还之前的烂账呢 不过这都不是问题 凭借这次蝗灾之中的表现 后续奖励下来 还是够贝尔斯登还清债务 兜里有钱的熊 才有底气置办产业 要是像之前那样一穷二白 哪里有脸开口 有了产业的熊 现在可是非常互独自的 万万不能允许任何人 任何虫影响到他的口粮 至于保护哈德逊的领地 那只是属于顺带 毕竟蝗虫是会飞的 不提前防危杜鉴 很容易扩散传播 落叶阵 灾情那么严重 卡约男爵没有向家族求援吗 哈德逊疑惑地问道 大规模遭遇蝗灾 对任何一位领主来说 损失都是一笔天文数字 今年的秋凉损失惨重 明年的秋凉也甭指望 甚至后年都得继续遭殃 汇聚了众多蝗虫进入领地 要是不将虫卵一并根除 那就等着年年被骂炸光顾吧 一旦形成规模 马上又是一场新的蝗灾 可以说是也火烧不尽 下风吹又生 据说是球员了 不过道尔顿家族现在也是自顾不暇 没有功夫理会一座镇子 消息来源于道听儿图说 未必准确 涉及到道尔顿家族 我们不敢将情报人员安插过去 负责情报的安德烈亚回答道 把情报组织 丢给一个刚投奔不久的外人 哈德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 想要构建一个情报组织 绝非一件一事 不要说打听隐秘情报 光收集一些明面的消息 都是困难重重 谁让人口流动小呢 大部分领地的状态都是 十天半个月 都不会出现一个陌生人 任何陌生人靠近 都会引起当地居民的注意 要是能力不济 分分钟就会被人顺藤摸瓜给找上门来 哈德逊只是想打探消息 可不准备和邻居们结仇 这种拉仇恨的事情 那是万万不能干的 索性就交给外人来干 万一真的暴露了 哈德逊老爷还可以推说不知道 一口咬定是 有人安插间谍过来 想要挑拨大家的关系 不信可以查 这些家伙的来历绝对都有问题 甭管查到哪方势力头上 都可以洗清他哈德逊老爷的嫌疑 既然大家都是受害者 自然要一起将仇恨对准安插间谍那家伙头上了 都是被血淋淋的人生教训换来的经验 论其甩锅的本事 哈德逊现在已经炉火纯青 至于情报组织发展壮大后的隐患 那纯粹就是想多了 在现有的条件下 哈德逊的情报组织根本就不具备发展的可能 贵族使用的奴仆 都是世代为家族服务的 子子孙孙都捆绑在了一起 外人根本就混不进去 想玩卖身为奴的把戏 那就先进去当几代奴隶吧 没有几代人的奴隶 根本就无法获得主人的信任 潜伏几十年的忠诚度就难以保证 何况是一连潜伏几代人 如此考验人性 简直就是在搞笑 就算忠诚度不出问题 旷日持久的渗透模式 不等间谍人员接近权力核心 哈德逊怀疑自己就先一步坟头长草 间谍都混不进去 收买那就更难了 估摸着前脚刚谈好条件 后脚就被人家给举报了 数十年 乃至上百年的奴化教育 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动摇了 奴仆的利益 早早就和贵族绑在一起 一旦所在势力衰落 跟随的奴仆同样讨不了好 纵使想要背叛 也得有主子愿意接纳才行 超低的人口流动 决定了像锦衣卫之类的组织 在亚斯兰特大陆根本就没有生存的土壤 相比收买人家的亲信仆人 还不如收买麾下的贵族更加容易 这些人因为利益汇聚 同样可以因利益而背叛 只要给出的背叛筹码足够大 就不愁大家不背叛 可惜若能够出的起那份价格 哈德逊自己早就成大贵族了 直接进行博弈救世 何须搞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把戏呢 远远的盯着就行了 不必靠得太近 流心一下两郡之中的局势发现 我总感觉有人在刻意挑起矛盾 哈德逊一由所指的说道 不是他多心 实在是谣传的北地贵族投毒太过魔幻 这可是蝗灾 不是别的玩意儿 尽管一众北地贵族的领地受损略轻 可那也仅仅只是略 实际上的损失同样不小 一年粮食绝收 饿不死本土贵族 可对一众北地而言 却是一场生死考验 如果应对不得当 饿死人是必然的 到时候损失的不光是财货 还有领地的人心 对一众北地贵族而言 引发蝗灾那就是典型的杀敌八百 自损三千 相比之下 本土贵族这么玩的动机反而更大一些 作为地头蛇 大家完全可以凭借在物资上的优势 拖垮这群外来户 有这份实力 实施这项计划的本土贵族 一共就那么五六家 因为领主个人能力 家族投入力度的关系 有野心 也有动机这么干的 那就更少了 作为主要嫌疑人之一 哈德逊可以将自己排除 那么幕后黑手 大概率就是另外一位受益者了 真要是爆发了大规模的粮荒 能拿出粮食 帮大家度过危机的家族 在整个东南行省都没几家 恰好那位卡约男爵身后的道尔顿家族 就有这份实力 如此多的巧合之事 偏偏凑巧撞在了一起 很难不让哈德逊多想 只是怀疑归怀疑 涉及到了道尔顿家族 在没有十足证据的情况下 哈德逊可不会轻易表态